利用新增量值来去计算平均利润 首先平均利润一定是只有一个数字 我们要拿平均利润来去做一个标准 是比平均利润高的还是比平均利润低 我们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要先算出这个平均利润 我想要知道说我们公司到底哪些产品 它是在那个平均利润高的 也就是高获利产品 你觉得要不要分析这件事 要这是老板想知道的事 你为什么不算 那请问我们算出来这件事情告诉老板说 我们公司有这几项产品 是高利润的产品 所以我们应该要继续设计更新的功能进去 我们要去计算这个平均利润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如何算平均利润 首先这边是不是有利润 滑鼠右键在订单里面 一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 请问这样记得住吧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就要开始来去输入 栏位名称我就叫做平均利润 均利润 等于的右边我就输入 请问一下平均就跟以色谣是一样的 那以色谣的平均函数 是不是A V建议函数我只打两个字 这边接下来都是用选择的 然后接下来上下方向键选 他这边都会告诉你说 传回资料行中所有数字的平均 是不是就是他了 对 然后点TAP键 TAP的意思就是从这个下面 下面我是不是被选的项目是这个蓝色 点一下TAP键 他就放上去了 放到我打资料的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请问平均 我是不是要算平均利润 所以请问用哪一个蓝是不是利润 所以你用方向键 上下不是有方向键吗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了 TAP键 点一下是不是就上去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只差一个右刮符了 有看得出来 请点右刮符 然后Enter 我们就算出来了平均利润 我现在平均利润 我们是不是可以点这个加 我要去画图 去画什么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卡片 然后点平均利润 就是我们公司就有很多很多订单 对不对 每一笔订单的利润 加总之后除以订单 1万笔订单 算出来的数值就是212 或者 转型